高年社会来临 老老照顾 生为不可疼勉的苦涉 家庄看到很多男生 在另外一趟离开后 大部分都吃外口 当期影响健康 家企团最上乡公所 六年合适中心 台北搭着 男数料理都房公益便当 到现在已经有半年 每个月一百个公益便当 让男生中卫和女生中卫同样 可以在都房做了地 男数料理干杯丫催都房 公益便当 起今已经有半年 最上乡店林湘婷表示 可能人类以及人类优衡的问题 公益便当经常不够吃 这个月份的公益便当 由最上乳外企业家 李金森董事长 一个台北两天塞之会 在订阅一次官政辅助金华东当中 加马町高工业便当 百四分提供水上电源 来享用 感谢他们的先行意志 两南书干杯的工业便当 做到京都的提供 以这名社区 越来越会越来 自寄自助 走出每一步 两家兄感受到 京都的爱和温暖 是由我们的李金森董事长 以及我们台北市长江师子会 在上次的捐赠仪式当中 除了捐赠这个辅助金之外 另外他们也捐赠了 大概140位的边缘户 要提供这个工益便当 给我们的边缘户来做中途 来吃 所以这次我们大家 极力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益便当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南市工棚 在这样子长期辅导之下 每个月都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工益便当 从我们的三月一直进行到现在 也已经超过半年了 这次向南市工棚业炊肚房 经过121亿年度 一会累累百分 中途村在地的南市 跟适当的石路 接受112年继续合适 正常自己的营养地形 以及烹调风格 竟然一步造成业炊肚房 结合在地的特色实材 两三个实材可以新鲜 提供产权 靠度身份 将应于将作为中途村的工业基金 世心深处运动 最深乡彩虹博德 各位兄弟 大家好 这段时间 因为是登革热流行的时候 就登革热流行的县市 基本上大家都很紧张 希望能够把疫情整个压下来 不至于扩散 大家知道台湾的方法 除了是我们大家的合力 不要让它在资深以外 就要配合一些所谓的药剂 然后来做铺杀 所以你经常看到有车在外面 但是往后也有那些败药在家里面 所以家里面也要处理 在这个非常事件 可能做成大家很多不方便 所以在这里感到非常抱歉 如果做成你的困难 但是也希望我们的乡亲 可以配合所有这些工作人员 好好想这件事做得好 这样这些可以让自己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